朝鲜半岛的局势再度紧张 北韩朝日本海方向又发射了多枚飞弹 飞行大约200公里之后坠落东海 北韩分析推估是地对舰的巡航导弹 而这也是南韩总统文在寅上任以来 北韩第四次的试射飞弹 北韩又有大动作 北韩又有大动作 台湾时间8号6点半左右 北韩在江源道圆山一带 朝日本海方向发射多枚飞弹 飞行距离大约200公里 随后坠入东海 北韩分析飞弹并未冲破大气层 初步推估这次应该是短距离的地对舰巡航导弹 针对美日韩海上军演金正恩不断加紧飞弹试验 挑衅举动接连不断 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 从5月29号以来几乎每周一射 武力宣扬意味相当浓厚 南韩总统文在寅光是上任以来 就碰到四次飞弹试射 目前已听取军方相关简报 并下令密切关注北韩 随时做好军事应对准备 有新闻综合报道 镜头转到巴黎 巴黎一间瓶装水公司 为宣传正在进行的发网 发网公开赛 在爱菲尔铁塔上设置一个新的溜索装置 到6月11号以前 每天只有100个名额 民众可以免费体验从40层楼高滑下去 俯瞰巴黎美景 从将近40层楼高顺势滑下 底下是大名鼎鼎的战神广场 巴黎爱菲尔铁塔又有新玩法 一间法国瓶装水公司 为了庆祝发网公开赛 推出新的溜索装置 让民众免费体验 网球在高空飞行的速度 许多游客都大呼过瘾 六所从爱菲尔铁塔出发 穿越战神广场后 终点站是巴黎军事学校 玩家将以时速90公里速度滑行 一分钟左右就会到达终点 从高空俯瞰巴黎美景 只不过这项设施并非永久 到6月11号以前 每天只有100个体验机会 业者顺势宣传 目前正激烈进行的法网公开赛 一个游客带来新的体验 有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秦琳谦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